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上台 那跟各位讲一下 我现在这一块就桃 这一块 中间这里 好 中间就叫什么 胸椎 对 痛中间 那中间痛往上找 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你这样痛多久了 就刚才疼 然后主要是这个肩胛这一块长期疼 这里疼 那同样肩胛旁边痛的往中间找 我教各位找好了 就是如果他痛这一点 对不对 好 那你就从这里下沿 画一条平行线到中间 对不对 那到这里之后 你再从脊椎两侧找答案 下面要不要找 不要找了 这一套他好处就是 真正的原始点是在上面 绝对不会跑到下面 下面绝对不要去找 下面在我通称小开关 所以他这里推开了 他这里就会好 那这个跟中医针灸的原理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从设计也不一样 原理也不一样 比如中医常常说腰背痛 腰背尾中求 可能扎尾中 也就是上病下取 他有这样的理论 那对我们而言 这下面的开关通属小开关 你不要理会 尾中如果能够治疗他的背 那尾中这个穴 在我的看法也是小开关 小开关又称舒服点 不是治疗点 他可能暂时舒服 但是那个力道不够 所以下面的我也做过很多的实验 最后确定 下面的通通不要找 找上面的就对了 好 那我们找法有一个原则 前面的 前面痛找后面 对不对 旁边痛找中间 对不对 那中间痛呢 找上面 就是这个 这样会了吧 那这样就简单了 也就是只要你现在不要看这两只手 现在看身体 他整个身体上任何的疾病 所有的答案都在这脊椎两侧 不会跑掉 那如果我举一个例子 你这里痛 这里怎么找 这里就是这样 如果痛旁边 对不对 你就旁边这样一直划过来 划 划到这里 那他的痛点就在这里 然后再上来一点点 你就这样一条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很简单 所以我说这一套 几乎你前身身体上的任何疾病 你这样找 万无一失 所有的痛的开关的筋就在这里 所以这一条脊椎太重要了 我只能说太重要 像小时候我们这里常常跑步 都会怎么样 擦气 然后呼吸就会痛 有没有人有这种感觉的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我也有 我也有过这 所以我知道 那时候自己得到的时候都觉得什么 内伤了 我都以为自己内伤要吃伤药 我们台湾都会什么吃什么运功伞 什么铁牛运功伞之类的 那这个其实都不用 你贴膏药也不会好 真正的问题原来是在这里 那哪里痛 哪里就是影子 这里很多人都会说肋肩神经痛 也有人 那中医常常就会把它归到什么 肝筋走过的路线 那个也是错 那个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样说来 这个旁边的也是找中间 对不对 那前面的找后面 那腰椎我也先介绍一下 如果这里腰椎痛 如果痛这个也是往怎么样 中间找 对不对 如果痛这里往中间找 那腰椎要一个巴掌 所以它的痛点有可能在比较 范围比较大一点 对不对 那下面也是不用找 那胸椎不用一巴掌 它只要一个掌心大 所以范围更小 这样会 懂我意思吧 你划过来一个掌心大 就可以一个掌心 那如果腰椎是一个巴掌大 那这样就可以找 那这样找这种会不会很快 非常快 因为你手肘一下去 揉几个点 差不多几秒钟你就知道痛点在哪里 痛点就把它揉开了 它那个症状就可以立即消失 只要不是24小时都可以立即 好 那你这个病这样多久了 这个肩胛骨 这有几年了 也是好几年了 而且那个针灸 然后还有那个薰针 一共花了好几千块钱 这两边 它来回穿着疼 两边跑 都不管用 都不管用 它是在痛点上针吗 痛点 然后腰部 背部都有 然后还有脚心 还有脚心 都砸过 脚心 背部 这个疼的地方都砸过 那个还是抗美援桃下来的一个大夫跟我扎 哦 你都是名医 你们都找名医 所以这里名医很多 我说大陆人才记记 好 那扎的这里附近痛点也有扎吗 扎过 痛点也扎 扎过 那痛点一定 你 其实你可以问患者 其实为什么我很多答案会出来呢 因为很多患者会跟你讲 他哪里痛 一直扎那里 或是一直贴膏药 就是不会好 那每个人几乎都 就是叙述一个故事 就是一直不断告诉你 那个痛点怎么处理都不会好 那你不会笨到说 人家都不会好 好几年这样一直 人家也一直这样处理 你还会跟着人家错 所以你听完 你就会有警觉心 他这样处理都不会好 那我一定要找别的 不会再死在那里 那现在答案都已经很清楚 他的答案其实就在胸椎两侧 他不管跑来跑去 对过来都一定在胸椎 所以这里应该没有人帮你处理吧 没有 好痛这两个对不对 还有这里胸椎嘛 那如果痛这里跟这里 他的答案都在这里 所以等于这里楼开了 这里也可以消失 这里也可以消失 一件双雕 好那我们开始来做 这里疼吗 不疼 这一点呢 不疼 这里都不疼 那这里呢 这里不疼 这里 这里 这里还不疼 到这里还没有答案 好那我往下 这里呢 这里不疼 好这里呢 这里有一点 这里有一点了 好是吧 好那这里呢 这不疼 这不疼 这里呢 这里还好 这里还好 所以你只有痛这个点是吗 这个疼 这个什么 这里疼 所以他这个就明确了 他右边只有一个痛点 好我们再来找左侧 这里疼吗 这里还好 这里还好 这里呢 这里有一点点 这里有一点点 好 这里呢 这里有一点疼 这里有一点疼 好 这里呢 这里最疼 好 这快喘不过 好那我 我松一点 这样可以吗 喘得过吗 可以 这一点呢 这还行 这里还行 我再大力一点 这样行吧 所以你痛这个比较明确 对不对 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 好那答案已经找出来了 右边痛这一点 右边痛这一点 一小点 左边痛一条 好 这一整条 所以他这样要不要小心 要小心 因为刚好在胸椎 然后我说心脏病急救先从左侧 他刚好就在痛这一条 对过来刚好心脏 所以哪一天他呼吸停止了 倒下去了 你们也不要怀疑 因为阴已中下 现在在等炎而已 我心脏疼过疼得厉害 真的喔 你看 所以这个都是讯号 我才说 背痛你就要小心 很多医学说 他没有理由 突然间怎么会死 不可能 那这样如果说没有理由会死的 叫做什么 没有阴会产生果 也就无阴果 没有阴的果可能会吗 那就不符合阴果例了 果会产生一定有阴 才称为阴果 那这个就是 他平常这里已经种下阴 那如果心脏 就像他心脏病 心脏也会痛 那他的痛其实也是这一条引起 等于你把这一条揉开了 还有这一点揉开了 他的两边都会好 而且呢 这胸椎也会好 包括前面的心脏的部分 全部一次解决 那他的答案就这样 那你看 那如果西医又分到几颗了 你知道吗 心脏科 然后这里可能复健科 或是疼痛科了 分得太细看不到真相 那你揉好了 其实都好了 好 我们开始来做吧 这样力量还能接受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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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妳這樣 那妳心臟也是好幾年喔 對 是吧 兩三年吧 兩三年喔 那跟這個背部其實是一樣的 中醫一個我診的 他說心肌梗 什麼心 心梗 心梗 但是他要開藥 我沒吃他的藥 我說 愛梗就梗去吧 妳平常不吃藥的是吧 不吃藥 妳只喜歡復健而已 不吃藥的 妳還蠻有個性的喔 我是相信調心理的 這裡 右邊是這一點喔 能接受 能接受 好 太好了 疼得挺舒服的 是喔 疼得很舒服 因為把全身交給妳去揉的話就很舒服 是 越放鬆 揉得就越舒服 沒錯 我再幫妳揉一次 因為妳前面心臟也有問題 一般只有內科我大部分是揉三次 來回三次 那如果 如果是一般疼痛 大概來回兩次就夠了 所以 看情形 他連心臟都有問題 所以我就幫他多揉一次吧 這樣已經揉好了 因為他這個應該算 不大 算很重要的問題 但 不是不好處理 很好處理 嗯 嗯 這我不想先呼吸了困難 好 妳可以先起來看看 好 背後沒有感覺了 背後沒有感覺疼了 就是很輕鬆的背後 是 別的就沒什麼了 現在這個是很輕鬆 很輕鬆喔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